第四十九集 从宿舍楼出来 叶少阳让刘明把大门锁上 把这些门上的符纸撕掉 重新贴了一张上去 虽然厉鬼都被封印在阴巢下面 但万一他们出来 起码这些东西还能挡上一挡 刘明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你的符是紫色的 跟黄色的符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 符有黄绿蓝紫四色 黄符是最基础的符 道童用的 贴在这里跟没贴一样 还不如那条锁链有用呢 道童 怎么说 我被人骗了 刘明低头骂了一句脏话 看向叶少阳的目光中 顿时充满了敬意 怎么说 叶先生 你是大师了 是天师 叶少阳纠正道 天师 那是什么 道童又是什么 你一个普通人 知道这么多干什么 抓紧时间找资料吧 找到了联系网 叶少阳发了个白眼 自从发现他吃谢雨晴豆腐之后 心中大为不爽 说话也没好气 好好好 我这就去 诸位辛苦了 刘明告辞离开了 那个刘马 不不不 刘明 刘校长 小马也追了上去 小声跟他嘀咕了几句 刘明点头 说了什么 小马喜滋滋地回来了 你跟他说什么了 叶少阳很好奇 没什么 走吧 小马不自在地笑着 叶少阳一看着模样就明白了 冷笑了一声 也没有拆穿 问谢雨晴 你有车吗 在校门口 干什么 行 送我去个地方 叶少阳转头对小马说道 你也先回去吧 我去找老郭说点事情 晚上就回去 小马撇了撇嘴 有了美女 就不要我这个鸡有了 什么有 鸡 有这么说自己的吗 你是猪 不是鸡 叶少阳哈哈大笑 以为捡到乐子了 那里注意到小马和谢雨晴 一头的黑鞋 叶少阳搭乘谢雨晴的警车 一个小时之后 来到了老郭的店门口 谢雨晴一看 老郭桑葬行这五个大字 愣住了 小上官 你来这干什么 难不成担心死了没有人收尸 先来预定棺材 你放心 有姐姐在 不会让你报尸荒野大 我买棺材 也是送给你 叶少阳开门下车 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 没人管你吃饭 回去吧 店门开着 老郭手拿一块红布 正在往一个纸人的眼睛上蒙 听见脚步声 回头看了一眼 见是叶少阳 点头笑道 小师弟来了 等我把纸人都蒙上了 带你吃羊肉锅子去 叶少阳不接道 师兄 你这是干什么呢 这些纸人都成了邪灵了 不用红布蒙上 晚上容易作祟 凭师兄 你的手段 对付这种初级邪灵 是小意思 打一架就是了 有什么好怕的 老郭发了个白眼 跟纸人打架 他们不就毁了吗 那我非那么大事扎出来 是用来守灵的 又不是来给我当陪练的 守灵 叶少阳皱起了眉头 守什么灵 老郭神秘地笑着笑 让他们成邪灵 然后用我的血点化 成为灵奴 卖给那些死了亲戚的有钱人 做守灵人 防止孤魂野鬼进入石身 叶少阳听了这句话 倍感稀奇 这是为什么 失变的几率是很小的 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啊 老郭露出了奸商的嘴脸 压低声音 凄累这玩意儿 可大可小 完全是我说了算 而且这些家伙 都是之前撞过鞋的 找我处理过 可不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净声 再加上我顺便一推荐 这叫君子爱才 取之有道 叶少阳擦了把汗 就这还叫取之有道呢 那没道是什么呢 杀人放火吗 老郭关上门 带叶少阳到附近的一家 羊肉汤馆 要了一大锅的羊杂汤 两个小菜 开礼品好酒 边吃边聊 叶少阳把自己这几天的经历 讲了一遍 老郭也是法师 一听就知道情况严重 面色凝重地说道 小师弟啊 这件事 你一个人可搞不定 但是那个学生女鬼和鬼娃 就够你受的了 谁说不是呢 所以我才找你帮忙 你好歹会点茅山术 也给道锋当个助手 开过大光 学校那边给了不少钱 请我去开光 事成之后 我分一份 开光是术语 凡是请法师出场 不管是做道场 还是捉鬼想要 统称开光 前好说 我也好久没有开过大光了 手早就痒了 我跟你去杀几个日本鬼子去 老郭端起了酒杯 一饮而尽 心中那个豪迈 然而一想到叶少阳 形容的那个学生女鬼多么厉害 豪情立刻冷落下来 赶咳了两声说 其实我这点发力 也就只能给你当个跟班的 不过我认识一个姑娘 本事不错 就是性子比较傲 不知道愿不愿意帮忙 哪一派的 哪一派都不是 是个通灵师 手段跟道博两家都不一样 叶少阳一听就明白了 通灵术来自东南亚 是在吸收华夏国民间巫术的基础之上 自己发明出的一套法术 自成体系 跟道博两家的法术都不是一回事 那个姑娘长得漂亮吗 叶少阳故意随口问道 很漂亮 身材也好 跟你差不多大 老郭如实回答 真的 那有空介绍一下 老郭这才发言过来 皱着眉说 我怎么听着不想介绍帮手 想介绍对象似的 叶少阳笑了下来 都一样 都一样 三杯酒下肚 老郭神秘的一笑 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手伸到苦兜里 摸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啪的一声 拍在了桌子上 我靠 手掐 叶少阳惊到了 师兄 你还走私军火 什么跟什么呀 这是仿真枪 老郭打开弹架 退出一颗子弹 在桌子上一颗 把底座退掉 递给叶少阳 你仔细看看 子弹外形仿真 但是颜色不对 叶少阳一看便知 这是紫铜 能够辟邪 里面装着珠红色的坟墨 这个叶少阳太熟悉了 不用闻也知道 是朱砂 心中一懂 问道 这是用来驱鬼的 没错 你看铜皮上有裂缝 打在鬼腰身上 会从前端裂开 朱砂散落 加上紫铜子弹的冲击力 能制服一般的鬼怪 不过遇到厉鬼 肯定不行 没有法力 单靠这个也没多大用 叶少阳说 这东西你哪来的 老郭说 就是那个姑娘给的 换走了我十包熊黄 她身上还有很多奇怪的发气 不 一气 回头我给她打个电话 问她愿不愿意见你 酒足饭饱之后 老郭一张通红的脸凑着上来 喷着酒气说 小侄弟 吃吃吃好了 你看咱是去泡饺呢 还是找个地方唱歌什么的 唱完了再去吃点烧烤 难得乐呵乐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